社委委員 我們來看到 這個審計部先前公布了中央政府 這個總決算的審核報告 當然這裡頭直接揭穿了 蔡英文的國王新衣 畢竟裡面有提到能源轉型 嚴重的落後 還有涉載的政策 跳票等等的 可是現在好像這些報告 惹到別人不開心了 這個人就是監察院長陳渠 傳出他在監察院的院會要求 審計部要設立發言人 要來釐清這些報告的內容 這個我們在此很遺憾看到 陳菊把監察院自我矮化 成為行政院的監察局 這個陳菊真的 他們的點點滴滴啊 這些監委的作為 都說了一件事情 監察院真的可以廢掉了 他來干預審計權的行使 審計部的報告就是 這個戳破國王的心意 人人真的有問題 這個有問題 那個有問題 陳菊講話了 不可以這樣批評 因為我們是行政院的 下面的一個局 所以不可以這樣批評他 那審計部長我們在此呼籲 審計部長要硬起來 不要忘了你的部長是經過 立法院的同意權 是經過有名利基礎的 監察委員也有名利基礎 但是監察委員已經自看墮落 他完全的這個沒有功能 那現在審計部好不容易 有這樣一點功能要堅持下去 對 因為這樣子看起來 這個陳菊下來 雖然陳菊辦公室否認說他沒有介入 也沒有去施壓這件事情 可是陳菊背後沒說的 是不是因為擔心影響到總統大選的選情 讓他必須要來關切審計部 陳菊的心目中只有政治 這就是為什麼當初他要提名的時候 國民黨團強烈的反抗 反對 現在事實證明他無事不干預 他完全的自我矮化 成為一個監察局 這才是可悲的地方 對 畢竟審計部在監察院底下 其實算是一個獨立行使持權的機關 那照理來講 審計部公布這些報告 監察院應該要負擔其他監督政府的角色 出來說明 你怎麼現在反過來去檢討審計部 沒錯 監察院長不是審計部長的長官 不要忘了 他雖然放在監察院 可是他就獨立行使職權 經過立法院同意的 不要忘記這點非常的重要 是 好 我們今天謝謝委員長 保管學姐 謝謝 好 我們可以看到 為什麼這一次陳菊會爆出施壓 審計部 要求審計部要設發言人 然後來釐清這些數據的事實 到底為什麼會是這樣 雖然陳菊辦公室否認有施壓 但是是不是真的因為選舉到了 然後審計部的報告變成在野黨工房的熱點 也逼得陳菊不得不出手了 但是陳菊不要忘記他自己是一個監察院長 應該獨立行使職權 應該不是聽行政院的話來辦事的吧 以上是我們這一集的國會最新